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在《士徒行传》的人物 是一个很熟悉的人物 就是《士徒彼得》 《士徒彼得》有很多片段 在《士徒行传》当中 但是愿意分享这一个片段 在第四章第十八节里讲到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彼得若汉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者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罢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士徒行传》四章十八至二十节 这里是讲到官长捉了彼得和若汉的时候 去恐吓他 警告他不可以再传福音 不可以奉主的名去医病 不可以奉主的名去讲道 但是他们面对官长的威吓 彼得和若汉不但无惊 而且按照道理和他们直接地去讲出 刚才那番的说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 非常之有气势 他说 当然要听从上帝不听从人的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次彼得是得胜的 我们有时会想起彼得也曾经有软弱跌倒的时候 但这次彼得真的是得胜 因为他真的见到那些官长的时候 能够放胆地去表明他们信用的立场 去为主做见证 但是同一时间地 我又再想一下 当时间继续推演下去的时候 彼得又不是每次都得胜的 因为在少行传再讲下去的时候 他会面对其他的人都有软弱 或者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 更加明显地在加拉太书里讲到 彼得曾经试过有软弱的时候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未到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及至他们来到 他印怕奉各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 也都除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 也除火装甲 于是乎保罗就直撕其非 指出他的错误 我们很特别地看到 一个人有时成功 有时跌倒 又有时会成功 有时会再跌倒 这个起米就是我们的人生 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有时我们会为自己有一点点的成就 尖尖尖自起 在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过 他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侍奉 他说他刚刚做完一个很大型的报道会的主席 重囚的这个聚会 完了之后 他心里面突然间就很软弱了 他说很多压力在他心头上 他甚至无忍不住 完了这个聚会之后 他说要放松他自己的压力 上网去看一些色情的网站 他要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去舒缓他的压力 我为他一起去祷告 去流泪 事实上我们有时候会有得性的时候 但是同一时间地在得性过后 又可能会软弱的跌倒 但是各位弟兄跟我说 他没有资格再去侍奉 他觉得自己很羞愧 为什么会这么软弱的呢 我那天就跟他分享 这个不是正正是彼得的人生吗 当日彼得最初主跟他说 你今夜会三次不认我的时候 主耶稣还这么跟他说 彼得彼得 撒旦好像要西脈子那样厉害 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自失掉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帮助许多的弟兄 今天主同样会为你祈求 因为撒旦想西脈子 想西走你 想西走你仅有的信心 要让你觉得自己没得救 但是这个不是主的心意 主是为你祈求 叫你不自失掉信心 正如我今天也都为你祈求 求天父保守你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不要看自己太高 第二也不要看自己太低 我们软弱跌倒过后 我们求主让我们可以兴起过来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这样看别人 曾经有些弟兄在自己教会里面 自连友一起成长 一起成长之后 他总是觉得其他长辈对他过往所犯过的错误 总是耿耿于怀 我们都接受 弟兄姊妹曾经会犯错 会有软弱会有结賭过 但是那又何况呢 我们知道 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以果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自己又岂不是犯过很多的错误呢 主越南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 我们愿意回转去到主的身边的时候 主就为我们祈求 叫我们不自失掉信心 当我们回头以后 岂不是就会帮助很多人呢